生爆盐煎肉 这是一段1989年拍摄的影像 盐煎肉是川菜传统名菜 与回锅肉是姊妹菜品 区别在于一个是生炒 一个是熟炒 主料选用猪后腿肉或后臀肩 250克 辅料 蒜苗又称青蒜 75克 佐料 姜蒜片 调料 皮线豆瓣 红豆瓣 精盐 料酒 味精 酱油 白糖 调料上 盐煎肉用的是豆豉 来增加复合香味 而回锅肉用的是甜面酱 这是二者的区别 猪豚煎肉去皮 顶刀切成约6厘米长 3.5厘米宽 0.15厘米厚的片 肉片不宜切的过后 否则不易成熟 也炒不出来焦香的效果 蒜苗 蒜苗斜40度下刀切成约2.5厘米的马耳段 注意下刀尖具要均匀 配料成型要整齐统一 热锅放入少许底油 再加入少许猪油增香 烧至六成油温 下入肉片快速煸炒至散开断生 这种高油温爆炒生料的技法称为生爆 原料会随高油温迅速成熟脱水 产生焦香效果 加盐反复煸炒 在盐和油的作用下 肉片释放出特有的炙烤香气 因此称为盐煎 肉片吐油后放入剁碎的皮线豆瓣 将豆瓣酱炒香 且释放出辣椒红素炒出红油 烫少许料酒 加豆瓣酱炒香 激发出豆瓣酱味 再加约一克味精提鲜 烫少许酱油 注意盐煎肉和回锅肉都是最后烹酱油 这是其技法特点 出锅前 加将蒜片和蒜苗翻炒至断生即可起锅 此菜特点色泽棕红 焦香谈牙 咸鲜微辣 是一道下酒下饭的佳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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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